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不上商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車型是J-POWER S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一組前叉避震器 其實我們影片之前都有拍過 然後再 我們再重拍一次 因為這個畫質各方面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是DY的經典版避震器 這個是由這個DY所設計製造的這個經典版避震器 那它跟這個DY的這個經濟款呢 最大的差異性呢有幾個地方 那我們透過影片來說明一下 那第一個呢就是在造型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造型的部分呢 從上到下我們發現 第一個是CNC的束環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這個 下座的部分呢是採用CNC下去 切削製作的一個做工的一個做法 然後前面有附贈這個假的這個 假奶瓶 裝飾性的奶瓶 那這邊呢特別說明一下 DY沒有做長奶瓶 它並沒有做長奶瓶 這個避震器的話 那今年款的避震器呢 當然顧名思義經典呢 一定是這個 DY最經典的一組這個避震器 也是最引以為澳的一組避震器 那這組避震器呢 其實呢 陪著DY征戰了許多的一個比賽場 那DY的避震器呢 在前叉的部分呢 也是這個比賽場 第一名的這個避震器 也是比賽場車手A族 所使用最高頻率的一組避震器 那它呢 第一個它有極輕量化的一個外觀 它 我們在看喔 它的這個外觀部分呢 並沒有點綴的很多 有的沒有的東西 但是呢 它就是很簡潔 那造型呢 就是一直就是這樣子 但是它的性能呢 卻是非常的好 那我們就有比賽場的一個成績呢 就可以知道 那經典跟競技呢 最大的一個不同點呢 那當然在裡面的構造有點不同 那最大不同點在滋潤軸程的部分 那滋潤軸程呢 這個可以讓這個 呃 我們在前叉在下壓或是上揚的時候呢 這個活塞運動的時候呢 能夠更順暢 然後反應更靈敏 然後 呃 那當然在客製化選色的一個部分呢 呃 第一個顏色大概可以自己挑 下座顏色呢 也是 黑 這個 銀 還有鐵灰 三個顏色可以自己做挑選 然後在這個卡座的部分呢 像原廠卡座 或是對式卡座 甚至輻射卡座 都可以做一個選擇 那最重要當然是體重的部分 那體重當然是一個客製化可以選擇 比如說你今天是80公斤 那當然你就可以定做80公斤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仔細看一下外觀 那當然外觀是剛講過的就是 簡潔有力 中貴中矩 它不會非常非常的吸睛 喔 但是呢 確實有一個非常良好的一個性能 喔 這個是真的會有很大的差異 那像這位車主安裝呢 它還是有搭配這個 串流力士的這個 日本鋼的一個浮動碟盤 喔 然後Bembo的一個 黑理紅的一個對式卡鉗 喔 在這個部分呢 還是有一個 極具不錯的一個 視覺上的一個張力效果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車子的 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邊 右邊的一個部分 那右邊部分呢 因為沒有了卡鉗 跟這個 疊盤的遮蔽 然後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輪框的一個造型 以及這個 整個避震器呢 會更加的清楚 好 那上座呢 我們是不用換這個 隔三角台 直接是對應原廠的一個部分 就可以做一個安裝 那當然像這個 鋁合金的一個束環 或是像奶瓶 那奶瓶上面的顏色 剛剛有說過各方面 都可以做一個 客製化的一個選擇 基本上 顏色來說呢 常見的顏色 都可以做一個選擇 是沒有問題的 常見的顏色 是沒有問題 做一個選擇 那當然 DY當然 不管是經典款 或是競技款 那麥克商戶 都可以接受 各位的一個訂購 那像其他的 前叉的一個品牌呢 等等呢 也是非常OK 那 DY特別我們強調一下 它跟GJMS一樣 都是在台灣 工廠 他們自己的工廠 自產自銷 自產自銷的 所以在品質上呢 都有一個相當不錯的 一個水準戰 那喜歡朋友們 可以參考看看 或到麥克商戶 直接競技品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